工人们被迫在冷冰冰瓷砖打地铺过夜 全是为了施压公司讨拖欠薪资 年关将近中国多地爆发员工赌门讨薪事件 不只工人没钱过年 就连民众买车都能被烂尾 广东永澳投资集团因为资金锻炼倒闭 旗下八十多家汽车品牌门店一夜被查封 展梯内的车辆被银行连夜拖走抵债 民众交了钱却拿不到车 网友哀嚎提了车却没有合格证上牌 但更惨的是几千名员工五个月没拿到工资 怎么过年 江苏昆山的富港电子还通知 一月十九号起停工放假整整半年 网友嘲讽又一个企业倒闭式放假 这连地方政府也债务累累 北京下令全国十二地区停止基础建设 经济惨况下跑外资 中国强调去年吸收近四点六五兆台币外资 处历史高位 但实际上年减百分之八 连摩根大通执行长都警告 风险巨变下审慎投资中国 避免遭受牵连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